台湾民众声援香港示威将加油的声音化作一张张的编条纸贴在墙上 这里号称是台北版的联农墙 原本在台港人也准备在31日聚集在此隔海声援香港 不过如今状况却是急转直下 香港示威持续将近三个月累积上街人数突破百万 不过原本在31日要再度举行的游行 不止临时喊咖包含黄之锋为首的众志成员先后遭到拘捕 只是当每次抗争成为各大媒体焦点的同时 也引发不同声音的质疑 任何一场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运动 或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这种暴力的事件 它都需要庞大的经费 那如果没有庞大的经费怎么能够持续下去 因为这个都要花钱的 那要花钱你要去动员人你要给钱 那这个钱从哪里来 所以我觉得去追查他们的金流是很重要的 回顾近几次示威 最后长眼变成警民冲突 虽然年轻人参政关心社会是好事 但冲击文化不只出现政治化的联想 是否具有代表性也被打上大问号 至于北京当局在这个时间点态度转趋强硬 学者也点出原因 如果那个10月1号的时候 北京在阅兵 香港在几百万人上街 那媒体的报道很显然 就并不是北京期待的那种报道方向 由于距离中国70周年 十一大阅兵只剩下一个月 被解读就是北京出手的原因之一 而紧张局势之下 示威如同双面刃 争取权益也商及经济和国际形象 很多年轻人抗议真正的原因 不完全是条例的逃犯条例 他是抗议他买不起房 OK 那这种问题就不是什么民主劣势 这种就是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香港对于中国崛起 曾扮演重要角色 如今也是跟世界接轨的关键门户 下一步何去何从 对香港而言已经站在历史洪流的分水岭上 环宇新闻江浅东张哲豪台北报导 再次摆个人 优优独播打包